要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東西啊 哇塞 這個我平常根本就吃不到 超大一個人的大拇指拿出來比一下 好好吃喔 買點飲料 然後還有餅乾都備好了 還有美女相伴 然後再來是你看外面的view 看外面的東西 帥氣 我們坐在一起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會然後到今天 版本就要到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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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吃早餐了 肚子餓 早餐的話是民宿精神準備的 可以看一下 好香喔 這是這邊民宿有停樂 因為還蠻棒的 只是說在外面有點悶 如果在外面吃早餐的話 可能會吃到門神看 看那個蝦子餓 沒有沒有就坐裡面吃就好了 因為裡面沒有餵食 裡面沒有餵食 還是要外面吃的 好吧 你們等一下看早餐長什麼樣子吧 好謝謝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 好幾分要 好 你們餐後的人影呢 有美式咖啡 拿鐵 果醋 豆漿 奶茶 看你們喜歡喝哪一種 美式咖啡好了 拿鐵 你要拿鐵 那你們要冰的還是熱的 冰的好了 冰的好了 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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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美式 對 好 我們早餐已經來了 超級豐盛的 西班可以去玩喔 好好的 現在吃飽了 看我先試一下這個 檔 要不要不是蟲檔 很像杏鮑菇 他是把杏鮑菇 好像是杏鮑菇切的 碎碎碎碎丁 然後跟蛋一起去 煎 欸很好吃耶 我覺得他加杏鮑菇 可以增加那個 蛋的口感 不會說吃起來這樣 軟軟的這樣 然後他還有附這個 小卷XO醬 把它拌到 西班裡面 超好吃的 他這個小卷XO醬喔 帶一點微辣 這樣 然後 嘴巴裡面都是 海鮮的味道 超棒的 還有水果 超多的耶 它有 奇異果 很多樣的型 而且我覺得 算是營養蠻均衡的 我們在吃完這個早餐之後 再配上一杯 冰咖啡 超棒的 人生就完美 好喝 超棒的 你有什麼 讓我吃完 非常鮮 很簡單 營養蠻均衡 做得很厲害 吧 超棒的 作詐欺 給我們 給我們 白雷 來拜訪 澎湖的各個景點 首先我們第一站要來的是 澎湖的 天后宮 我們來這邊一定要 天后宮 跟媽祖娘娘 找個招呼 謝謝 謝謝 好 OK 參拜完了 媽祖娘娘之後 他的後面其實就是一些 古老的街道 那他這邊就有很多古蹟的部分 都很有名 那我們就往 天后宮的旁邊走吧 好 接下來我們到了 老街道裡面很有名的景點 叫四眼井 它總共有四個孔 大家有看到嗎 四個孔 它主要建於明朝時期 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是一個三井古蹟 然後聽說這個四眼井 旁邊這個賣的藥山蛋很好吃喔 所以我們已經有人跑去排隊了 就是 百分之百的吃貨 你要買什麼 可以 肉乾跟蛋 好 沒錯這個豆干超燙的 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 它還有不好吃的 嗯 它滷的很夠味 它是藥蛋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 是我朋友家 他們家的工廠 然後呢 他有都在我們吃螃蟹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不是一般民眾有的行程 你看它這邊還有賽魚 你看它有超多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它根本什麼螃蟹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準備的 欸超大隻欸 哇賽 超大 還有這個 哇賽 這個我們平常根本就吃不到 超猛的 還有準備槌子 它可惡那個超硬的 你看它的那個螃蟹的角 超大一個 你的大拇指拿出來比一下 你看 你看 超大一隻欸 你看 超大一隻欸 哇靠這真的很硬欸 用掐的 這隻會不會買應該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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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小心手不要割招 這裡面滿滿的都是蛋 欸這裡面都是蛋欸 超多蛋 欸好好吃喔 那個外面是比較 你覺得 超好吃 超好吃 有啦 有啦 就蛋也太嗨了吧 就蛋也太嗨了吧 好大 是蛋糕 你說出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謝剛剛那個澎湖的朋友 贊助的生日禮物 非常好吃 澎湖的海鮮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我們剛剛吃的真的是外面吃不到 因為你買也買不到 OK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下一個景點了 然後 這個是風貴洞 過去是被稱為風貴尾 然後他會叫風貴洞 因為他可以 像我們那個岩石有那個鳳膜 然後那個浪打進去之後 沖到那個縫隙裡面 然後受到擠壓之後 他就會有像那個鼓風爐的聲音 聽那個海水啊 抽吸的那個聲音 那個縫隙的小洞還會噴出水 憑你的智慧我很難跟你解釋 我們又回來市區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景點是 順城門 順城門 順城門聽起來就跟 他就是一座古老的城 然後這個城門呢 他是興建於 新潮時期的 所以他也是古蹟 他這個城門旁邊就有一個樓梯可以直接往上走 然後從上面的話 可以 到下面 這個就是馬公港 馬公港要順城門的旁邊 所以很近 他好像還可以再往上走 他好像還可以再往上走 喔 上面就是城牆耶 然後每個城牆中間都有一個 洞洞 方便我們要 自殺的時候 可以從這邊這樣跳出去 當然不是啦 他這個城牆就是 敵律外敵來的時候 可以加砲台 或是 可以放一些武器的部分 這個 阿明掛寶 我們再往這邊看他的評價也是錯 一個掛寶 30塊 掛寶麵豬 還有那個 山菜 這位阿明掛寶 很好吃喔 很香 很肉看 很肉看 看他肉看 很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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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中午我們剛剛已經吃飽飯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吃一桶 吃冰 然後聽說這間的冰也很厲害 我們點了一個黑糖剉冰 然後它可以選五種料 才五十塊而已喔 趕快看它的味道 醋 超好吃的啊 我覺得這只要這個 它這個冰啊 上面淋黑糖 就很好吃的 根本不需要加什麼這樣 耶...我們吃完冰了 我們要到下一個景點 大家知道澎湖 最有名的兩個人是誰嗎 就是 張雨生跟潘邦 登登 大家這邊的話 它這邊有 張雨生紀念館跟潘邦的舊居 所以潘邦以前是住在這邊的 大家知道潘邦是誰嗎 就是唱那個 澎湖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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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的澎湖灣 澎湖灣是台灣一個美麗的小島 島上住著一個年輕人和他的外婆 有一天外婆生日 於是這個年輕人就唱了一首歌 就是 為活的澎湖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這邊是獨行石村 所以潘邦邦以前就是住在這種 小眷村裡面啊 而且它現在把這邊規劃的滿 滿 滿溫親的 就牆壁都會做一些裝飾 什麼的 就看起來不錯啊 可以來走一走 滿好的 潘安邦的故事館 潘安邦他們的那天是恐怖的 好吧 潘安邦的話我相信 像我現在18歲嘛 所以潘安邦的話 其實我是從我阿公阿嬤那個 那個嘴巴裡面聽到的 好吧 我看一下 他住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那種 舊式捐稱的那個 航屋的樣子 這是潘安邦舊姬 他裡面還放著 潘安邦的歌曲 那我們最熟悉的就是 外婆的澎湖灣 他跟外婆的廚房 看 往裡面看看 他帶有一個一些猜疑的遊戲 我們現在來到 章魚生的故事館 那章魚生他自己本身也是光獨人的 然後就是為了紀念他 來 我們剛剛看了一些 章魚生紀念館的 裡面內部的白色跟 他的一些故事啊 大家應該都會想起就是 章魚生真的有很多歌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 比如說我的未來不是夢 大海啊等等的 來 大家好 我們來到了新的景點 這個是 澎湖地質公園 窺壁山 那窺壁山他本身就都是 玄武岩的部分啊 然後造成了一些 岩石上的奇景這樣 然後再來是他旁邊有那個 摩西分海 那大家應該知道摩西分海的故事啊 所以他就是跟長退潮有關係 所以當他退潮的時候 就會有所謂的 這個摩西分海的部分 那就可以走到對岸去這樣 那當然他會有時間啊 最下來的時間應該是中午的時候 然後 他已經有點 不太能走了 他已經稍微被水淹沒了一些 不過沒有關係 他還算蠻貼心的 他都會有人管 然後 他如果是綠色的 就表示不可以通行 那黃色的話就是 建議不要通行 因為有危險 那紅色就是不能通行 嗨 我們已經結束了 今天 要跑的行程 那已經 回來民宿了 現在是下午 大概是四點半的時間 那叫我們回來休息 我要介紹這個房間 很棒的地方 就是 他有一個小小梁 放起來而已 關起來而已 關起來不然會有溫子 OK 還有這個小小的陽台 我們已經把 我們的飲料 還有餅乾都備好了 還有美女相伴 然後再來是 你看外面的view 是不是超美 你看 坐在這裡 太爽了 然後風一直吹過來 很棒 欸 他怎麼會有這個 他泡給你 浴曲浴球 你們下去跟老闆娘要的 兩杯這種奶茶 沒有 是拿鐵 不是拿鐵 真的假的 這個 女人果然是女人 厲害 所以我就一定不敢下去要 然後這樣子我好像很不要你一樣 太困了 嗨 經過我們剛剛短暫的休息啊 我現在來去吃晚餐 然後 在地人推薦這一間 新豐小吃 新豐海鮮 好像不錯 好像說平價 然後又新鮮 東西又很實在 走吧我們進去吧 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是招牌 對 沒有蔥嗎 蛤 沒有蔥 這個啊 這個海菜就贏了 海菜就贏了 我再教你給一個 絲瓜 蝦子要不要 我現在還現在 好 他汆燙的 今天很新鮮的海蝦 好啊 今天不是這種蝦 是另外一種 比較大隻一點 好 OK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桌上 出現一盤 汆燙新鮮的蝦 好鮮喔 好鮮喔 有沒有看到 好吃嗎 嗯 好謝謝 我建議你先吃原味再沾醬 好 這兩拌絲瓜 就是絲瓜直接削一削 然後現在這樣 然後兩拌 沾醬 這沾醬沒有 滿好吃的 對 真的這個沙拉醬就好吃 小粉沙拉 如果你要芥末也可以跟我講 我會這個沙拉醬也好 你看我們又上來這個 今天現撈的蝦子 很新鮮喔 還有這個 現撈的小卷 這些都是配新鮮 魚酒 這個新鮮的小卷 超出的 而且這邊啊 都是 在地的 他們來吃喔 現在要推薦一道 菜 這個叫 海菜煎餅 然後你看旁邊 裡面夾的都是 海菜 清爽的感覺 我覺得這很酥脆耶 感覺很適合那種 下午給小朋友當點心的那種 那種零食這樣 而且吃完一片還會想要再吃第二片 真的很好吃耶 還想再吃一塊 因為就會一直 當零食 就會想當零食當中 一直吃一次吃 這樣 他說沾五味醬也很大 再吃一片 沾五味醬也不錯 我們最後點了一道菜上來的 這叫 洪湖的 洪新娘 洪新娘 不是洪一小女孩 也不是鬼新娘 洪新娘 那就是一種 我來看一下 洪新娘 小小隻耶 有點像小小隻的碼頭這樣 然後直接下去炸 我們試試看 開好了 然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洪新娘 然後 再一點胡椒麵 它肉很甜 很生甜 然後 肉質很細 嗯 好 好 太像 我 雖然剛剛吃超飽 可是我們還是跑回來馬公市區 我們決定來買我們昨天沒有買到的家家炭烤 好 聽說很厲害 很多人都推薦 來 我們已經買完家家炭烤 然後已經從市區回到我們民宿了 剛剛晚上騎車回來的那個風 超大 跟颱風一樣 我們來開箱一下 為什麼這個家家炭烤排隊要拍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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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像昨天人很多的時候他說要等一個多小時 雞屁股 他的醬汁的話我覺得 是有一點點偏甜 然後 帶點微辣 因為有加辣 喔 因為你有加辣 所以他有點辣是因為加辣 不是因為他把它帶點微辣 我覺得像這種偏甜的醬汁阿 反正 買了這種 烤甜不辣 再來跟各位預告一下就是 我們等一下吃完就洗澡休息了 然後 今天的行程 都是以澎湖的南邊為主 那明天的話我們會以北邊為主 我們會把澎湖北邊的景點 就是泡完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 OK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晚安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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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奇蹟 超好吃耶 超好吃 好吃 好吃就好了 靠近 台上岸大概10公尺到20公尺的距離而已 整條上面都是垃圾 我現在直接來坐什麼 我剛剛從頭走到尾 又也是碰到一圈 然後我真的沒有看到什麼 我覺得這邊好吃的 我真的沒有看到什麼 謝謝